每到周末想要这个大餐高赏自己一下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吃的食物可能有毒 一种称为NU5GC糖分子是外来化学物质 存在于红肉鱼类和奶制品 吃下肚后会攻击人体免疫系统增加致癌风险 回溯到200万年前人体内的CMAH基因会合成NU5GC 使我们感染或乱或虐积 但在演化过程中基因不再合成NU5GC 让人类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免受于某些疾病的侵袭 除了众所周知铜肉外 NU5GC还存在于卡罗莱纳 安乐锡 少数细菌 一堆藻类和脊皮动物 甚至还有堪称世界上最贵的美食之一 鱼籽酱也是NU5GC浓度最高的食物之一 可能是因为鱼卵或输卵罐中发生基因突变 但其实多数鱼肉浓度都不高 而且奇妙跟人类一样体内没有NU5GC糖分子 所以吃鸡鸭鹅并不会对人体产生致癌风险 这项发现不仅让人们了解红肉可能的致癌原因 更有助于研究动物饲养和义种移植 找到人类对抗疾病传播的方法